重機山路狂飆 看到車輛就想超 也不管飆線 雙黃線直接違規跨越 一路逆向 重機騎士接連違規超車 甚至一度沒打方向燈 也被發現沒打開後照鏡 iho實在超危險 而罰款金額也曝光 加總最高可罰7200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47條 一項一款二款三款 均可儲新台幣 1200元至2400元還款 那這種行為就是很不負責任 過年大家出來玩 誰都不希望就是 發生捧撞或者是其他事故 那大家都遵守交通被折 這樣也比較好 春節出遊雪山隧道車多 沒想到有駕駛乘客募集 兩台白車超級囂張 竟然在隧道內雙白線超車 而且還疑似將車牌遮蔽 車牌處看上去竟然是一片黑 車牌超香的 民眾直呼沒掛車牌的為所欲為 還有人建議讓紅斑馬去抓旅遊 直接結束 兩台白車則必車牌上路 警方說依罰可罰2400到4800 隧道內任意變換車道 則可開罰3到6000元 囂張違規 駕駛要有荷包失血的 行李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新年快樂 炮竹狂炸滿地鞭炮盒 炮回漫天飛火光四射 乍亮出席超航景點 新北市林口竹林山冠英寺 新年快樂 出席野人潮急爆階梯 手機狂拍還喊新年快樂 爆炸聲耳邊炸裂 警車消防車四周橘紅色火光 瘋狂閃現 消防員警一顆不敢鬆懈 急疏散制止 不只是因為炮竹數量太多又危險 時間更已經晚上11點了 早就超過合法釋放時間一小時 警笛狂想 但人潮不走就是不走 原來是因為違規民眾們 大部分都是外籍義工 聽不懂中文 英文也2266 只聽得懂Go Go No No 大伙兒雞同鴨講好一陣子 先生 這裡不能放煙火 這裡林口不能放煙火 這裡不能放煙火 不能放煙火 對 我們等一下要過去 我們那邊用的 過年放煙火就碎 是大家最愛的傳統習俗 但依據新北市爆竹煙火 釋放管制辦法 晚上十點到早上六點 是不能釋放炮竹煙火的 依法最高可罰 數萬元罰還 新煙火啦 消防員表示 如果真的想放煙營新春 但是又不想人幾人 住家旁若有空地 只要距離建築物二十公尺以上 注意時間限制就能全家大小 一起開心炸烈 藉張澤民採收藏報道 你們自己圍庭還那麼囂張 是不是啊 當然就是你啊 我們買東西炸一下啦 怎樣 路邊車隔旁車主一家 跟檢舉民眾激烈嗆聲 為了買東西並排亂停車 看到被拍照怒吼要他刪照片 我怎麼不敢刪 我怎麼不敢刪 你要我刪嗎 我刪不刪是我的自由 媽媽不要 可是要怎樣 媽媽抱小孩狂飆罵 爸爸氣昏頭 還做事想打架 一旁有人狂喊 有檢舉達人反錄影搜證 要不要那個啦 花一點錢啦 要不要那個 我也不要你們的錢 我幹嘛要拿錢啊 那你幹嘛 你都檢舉達人你家 你知道檢舉沒有錢可以拿嗎 喘不出個結果 車主想花錢了事 又引起新一輪爭吵 終於要移車 卻被控訴 差點撞到人 你現在做事撞我喔 你我一定送啦 我跟你講我一定送你們 檢舉答案就是你 你不要說報告 這幾條都去檢舉的 搞不好的那就是都去檢舉的 他是又怎樣 如果都是我選舉的又怎樣 大年初二火氣超大 在庭東市民生路前 並排圍庭引爆口叫 不管還有小朋友在場 吵得不可開交 並排圍庭車輛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開罰 違規是事實 大過年就得吞下最高 兩千四百元的罰單 實在讓人開心不起來 記者張春華屏東報道 握手話 你今天是剛剛大招就不會了 往起來 嗚呼 我會被擔心了 路口這名紅衣男 來下女騎士步步逼近一邊怒罵 外送員勸阻也被罵 還舉起安全帽 差點往女騎士的頭 K下去 女騎士退到無路可退 好心路人看不下去就怕真的出手傷人 趕快報警 我剛才從大樓出來 我拿便當給小孩 我出來我也騎得 這件事有沒有撞到 沒有 都沒有 我騎得很慢 女騎士看到遠景 痛哭失聲 只是差點擋到對方 怎麼會被藍車頭罵 稍微擋到了他 可是我也騎慢慢的 他就開始擋我的這個 我擋下來之後 停在路中間一直狂罵我 而且罵得很難聽 對不起 下次不會 你嚇到我 事發在七號中午高雄左營滑下路上 因行車安全問題 男騎士藍車罵人 女騎士氣不過報警提告恐嚇 男騎士也反告傷害 馬路糾紛小事變大 恐怕壞了過年好心情 記者洪富仁高雄報導